大家好,我是雅馨 上一期我们聊了格挂 通过一段时间的聊挂像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 应该已经能够看懂挂像了 我们说这个挂本来是没有文字的 它就是一幅图画 让你挂在墙上然后每天看 因为这个挂本来是没有文字的 你每天心情不一样 你看到的景象也不一样 大家不必拘泥于这个挂像的定位 你看到了什么就是什么 不用怀疑 你看到了之后 你用心去思考 你就会发现其中的道理能够改变 或者说去影响你的生活了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六十四挂当中的顶挂 我们单从表面上来看 我们单从表面上来看 说这个火下有木也好 火下有风也好 这都说明了什么呢 木生火嘛 有风提供氧气 说明火是越来越大 那么这一挂为何称之为顶挂呢 我们先看啊 整个挂像下讯上礼 它像极了什么呢 像极了一个顶 而下面一摇 阴摇呢就是这个 顶的腿 二三四摇构成了顶的肚子 第五摇呢 是这个顶的双耳 那最上面一摇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顶的盖子 一个顶 一个布件也不缺 很生豆很形象 最初顶呢 是由远古时期 陶制的这种石具演变而来的 顶呢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蒸煮食物的时候用来的 这个顶的三条腿 便是这个灶口 还有支架 顶下面呢 我们来生火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蒸啊 我们可以煮啊 或者我们可以怎么样做饭啊 自从这个青铜顶出现之后 它其实又多了一项功能 我们都知道青铜顶 在我们古代是祭祀神灵 一种很重要的器具 在周代 就有所谓天子九顶 诸侯七顶 清大夫五顶 元氏三顶 这样使用数量的这种具体限制了 那随着这种等级 身份地位的逐渐演 那么顶呢 也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 还有国家的重宝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顶有两种功能 一个呢我们是烹饪的工具 另外一种呢就是权力的象征 首先既然是烹饪的工具 那就是让人们用的 我们要把东西 把这个食材放到顶里啊 加热 用火煮 可能刚开始煮的时候 没有香气 即使可能这个煮好了 很丰盛 别人也不会关注到它 可是当这个顶里的食物 慢慢地散发出香味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来了 就会闻香而来 那么这个时候就体现出 你自身的价值了 其实我们说顶挂呢 还有格顶出香的意思 跟我们上期说的格挂呢 其实不太一样 格挂是什么呢 格挂是推陈出香 虽然出香的 但是里面呢也有继承 而顶呢 它重点强调的是出香 那么这也就是顶的第二个作用 它象征着权力 古代帝王一开始建立自己的王朝 就会做一件事 筑顶找来这种能功巧匠 打造一个大顶 而且是新的 代表的是新的朝代的开始 新的权力的开始 有一些帝王他们会 为了歌功颂得自己在这个顶上 非常的精美 特赏自己的生平 自己的功绩 那么我们从中还能够得到哪些启发呢 我们又该如何格顶出香呢 最终是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 还是成就自己心目当中的王国呢 我们再来看整挂 最下面是代表骨的迅挂 然后是二三四摇构成了前挂代表的是头部 三四五摇构成了代表嘴巴的对挂 那么最上面的是鼻挂眼睛 这样呢这个挂项呢就转化成了 屁股 头 嘴巴 然后目视眼睛 屁股 坐在那 不躁动 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因此说 做事情之前 首先你要踏实 你要先稳住自己 你看这个顶 其实顶就给了我们一种很庄严 很敦厚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 这也是首先我们要有的态度 然后到了头部 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不要固步自封 你想做大事 你要看得开 你不能不求上进 你看这个单位里的最高领导叫什么呢 叫头领 是吧 我们叫头头 领头人 这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高瞻远瞩 你要站得高 你要格局高 你要看得远 然后呢 我们到了嘴巴 有了思想 我们又坐得住了 你想要成就一番事业 那离开嘴巴是不行的 交际 口语表达 是不是 我们说这个口语表达很重要 同样的业务 两个不同的人去做 一个成功了 一个失败了 为什么 肯定是成功的人 口语表达很厉害 他最终说服了客户 那么在这儿呢 也说明这个口语表达的重要性 可是呢 光说不行 你还要说话 算话 你不能说一套 做一套 你不能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否则呢 你再说你也没有微信 那么最后到了目 我们说到了眼睛 眼睛是看东西的 在这儿呢 我们说的是 用心去看 那么做事情 我们除了要做得住 我们要有思想 我们要好好说 我们还要用心 我们不能走马观花 我们不能吃着顶里的 看着外面的 这样呢 我们是不是就明白了 到底如何隔顶出心 最终来展示我们自己的才华呢 其实呢 我们说生活当中 我们就好比是这个顶里的食材一样 我们想要在这个顶里不断地蒸煮 火大了不行 我们就糊了 就干了 我们需要慢工出细活 慢慢地炖 慢慢地煮 最终才能够更好地去散发这些食物的香气 可能我们有着很好的能力 但是呢 我们却一时呢 不会被重用 这个时候呢 我想大家不要灰心 不要丧气 你要坚守正道 总有施展报复的一天 因为是金子早晚会发光 很多年轻人他们好高无远 沉不住气 毛毛躁躁 生怕自己的才能被淹没 于是呢 贸然前进 最终呢 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恶果 被烤糊了 糊了呢 就没法吃了 只能被丢弃 我们知道创业很艰难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 通过顶挂 我们知道了 想要隔顶初心 开创新局面 这是需要条件的 尤其是那些处在创业的初期的人 我想你们一定要沉住气 像顶一样 安安稳稳地坐在那 不要害怕自己被埋没了 因为是金子总会发光 好了 我们就今天先聊到这吧 下一期我们要共同分享的是64卦当中正卦的人生哲学 下一期再见